各位早上,歡迎收看《開市錦囊》 我是林子彤 現在先跟大家跟進 上星期五歐美股市收市的表現 美國總統特朗普夫婦確診患上新冠肺炎 加上星期五出爐的非農業新增積位差過市場預期 導致早段曾經要跌433點 不過,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說 特朗普確診改變了美國國會初商刺激經濟措施的形勢 將盡力與白宮尋求在抗疫援助方案達成共識 他言論大為利好市場情緒 導致迅速修復所有失地 但收市仍跌大約134點 科技股拖累納子滑落超過2% 導致收市報27682點跌134點 標普500指數收市跌32點 收報3348點 納子方面收市跌251點 收報11075點 在美國上市港股預托證券普遍上升 匯控表本國收市升3.35% 中移動升1.31% 聯通升1.14% 國壽升1.73% 海優跌2.08% 中石化跌0.24% 中石油跌0.51% 歐洲股市一度因為特朗普夫婦確診肺炎 而全線下跌 但收市是個別發展的 倫敦富士100指數收市升22點 收報5902點 凡南福Dex數收市跌41點 收報12689點 巴黎Cat指數收市升91點 收報4824點 看看商品期貨方面 國際油價的估額持續 紐約旗油收市要跌大4.3% 收報每桶37.05美元 下跌1.67美元 倫敦布蘭特旗油收市跌1.66美元 收報每桶39.27美元 跌幅超過4% 看看金價方面 全球股市下跌 避險貨幣、美金和日元都做好 不過國際金價星期五不升反跌 兩日期間最多跌過21美元 收市跌8.7美元 收報每桶市19007.6美元 跌幅大約0.5% 但全星期計仍然可以升到大約2.2% 看看匯市 避險情緒高漲 美匯指數回升 最新美元回價港元7.7501 日元105.55 歐元1.1724 英鎊1.2938 瑞士法郎0.9175 加元1.3278 澳元0.7181 紐西蘭元0.6644 看看美國負責10年期賺息率 報0.71 30年期賺息率報1051 看看港股 早段開市曾經升超過400多點 但暫時升幅收窄 暫時升298點 最新準23765點 升幅大約1.3% 國企指數升42點 最新準9440點 大市成交大約有121 大家可以留意著 今日科技股的表現 這節到這裏 阿山我回來 我們還有其他直播完 我們稍後再見 要財吻一提提你 現貨黃金賣入價 1899.04美元 賣出價1899.6美元 現貨白銀賣入價 23.8915美元 賣出價23.950美元 以上資訊又要財吻一提提高